本节目由果子里的中国青花粉酒独家特约播映 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展壮大 引起了清华日军的注意 日军部署下一步清华战略集中了分散在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 试图围困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 日军以华北治安肃政为名 实行以铁路为柱 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的求荣政策 企图消灭八路军在华北和华东的力量 为了提振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污蔑粉碎日军封锁 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日军交通线开展大规模破袭战 重点为政泰路 毁灭政泰铁路 这个任务由两个军区的部队负责实施 南方就是刘国成为司令员的经济鲁域部队 北方就是聂文贞指挥的八路军禁察纪部队 他的任务是破击政泰铁路一些主要的据点 例如井兴煤矿那就是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 根据作战计划 倪荣真领导的禁察纪军区部队负责破袭政泰路石家庄至平定段 进攻重点为娘子关到井兴煤矿团集起两侧 八路军总部还命令禁察纪军区对军区辖区内的平汉路 北宁路 金浦路 石德路 苍石路等铁路 公路 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阻止敌人向正台路增援 1940年8月20日晚 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各路突击部队像猛虎下山一样 突向了敌人的据点 正台线全线响起了雷鸣般的枪炮声 警察纪部队在聂荣真指挥下 分三个纵队向日军发起了进攻 左路纵队攻击威水至石家庄的日军据点 右路纵队攻击乱柳至娘子关的日军 而聂荣真亲自率领中央纵队重点进攻 井行煤矿和娘子关 井行位于太行山路主脉 地势显耀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天下九赛之一 井行煤矿储量丰富 煤质优良 当时只有17岁的杨仲山 在老家河北省玉县大南山参加了八路军 被分配在禁察纪军区第一分区第三团 第一营第四连当通信员 在聂荣真的指挥下 第三团负责攻打战略意义重大的井行煤矿 为了取得战斗胜利 发起战斗前 三团先与煤矿工人取得联系 矿区工人先切断矿区电源 我军靠着夜幕掩护 向守军展开猛烈进攻 那一天又恰好下着雨 我们的部队就利用下雨和轻沙杖 来做掩护夜间秘密的行径 这样呢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运作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 井行煤矿的战斗异常激烈 由于日军重兵不防 久攻不下 警察纪军区中央纵队第三团 一排排长不顾肩部护伤 率领全排冒着枪延弹雨 破坏敌人的铁丝网 打开了部队进攻的通道 黎明时分成功占领了井行煤矿 这个大会战发起的第一天 就是8月2时 就对井行煤矿发起了攻击 井行煤矿因为是日军 很重视的一个开采区 它在这个井行煤矿的附近 有一个日本居民区 主要是住的日本的一些技术人员 他们还带着家属 在井行煤矿的战斗中 八路军战士如蒙湖下山 一举攻克娘子关天险 直倒井行煤矿 抢占了井行煤矿的东王社矿区 就在此时 日军为了阻止我军前进 适应了夹杂的烧一弹的排炮 东王社矿区顷刻间 变成了一片火海 在浓烟烈火中 忽然传出来幼儿的哭叫声 这时候几名战士 毫不迟疑地冲进火海中 就在此时 借着火光 通讯员杨仲山突然发现 离他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女孩 躺在旁边的是一个重担的妇女 小女孩 被密集的枪炮声 吓坏了 呆弱目击的战场 这个小女孩是谁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 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呢 当时杨仲山才17岁 河北人 他看到这个情景以后呢 马上把这个孩子紧紧地抱住 问连长 跟连长说 这太危险了 不能待下去 不能久留 那我们这个连长呢 马上命令他 你赶快把孩子送到营部的救护所 通信员杨仲山和几名八路军战士 不顾自身生命的安危 冒着枪林弹雨 先后把两个日本女孩和他们的父亲 背到了连部救护所 战斗结束后 战士们才发现 他们是日本人 发出呼喊的小女孩 名叫美穗子 她的父亲加藤清丽 是日军占领下的 井行煤矿火车站副站长 美穗子一家 本来是住在火车站旁 一个四合院平房里的 八路军攻击井行煤矿时 美穗子的父母为了安全 带着美穗子和刚满七个月的妹妹 刘美子 逃进离家六十多米远的日军碉堡里 在八路军攻破碉堡后 美穗子的父母又慌忙带着孩子 逃进矿井里 等八路军去救援美穗子姐妹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已经被炮弹炸死了 当时他父亲是被矿井里的大火 烧成重伤 我们经过抢救 没有救过来也就身亡了 而他的妹妹柳梅子 他的左脚后跟是烧伤 受了伤 但是还活着 这样又被我们的战士 解救了 送到了 一起送到了营里边 然后又一起转到了 警察及军区 指挥部 从战火中抢救儿童 这对八路军战士来说 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 可这次是对中国人民 甚至儿童犯下累累血债的 日本军人的孩子 战士们内心非常复杂 看着两个因受惊而哇哇大哭的日本女孩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经过一夜的激战 成功攻克 警刑煤矿后 八月二十一日早上 警察及军区第三团团长 邱玉在组织战士们清理战场时 看到了战士们从炮火中救出的 两个日本小女孩 邱玉马上把这个消息 向红河曹村指挥部的聂荣臻司令员报告 聂荣臻收到前线部队报告后 立刻指示把孩子送到指挥部 他考虑到虽然中日两国在交战 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 但是孩子是无罪的 至于以后怎么样 聂荣臻觉得自己可以把他们收养起来 或是把他们送回日本兵营 聂荣臻元帅听了以后说 很好 你们三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情 我们八路军处于仁义之师著称 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意精神 对待那些个放下武器的俘虏 我们都要以礼相待 何况是孩子呢 你们呢 赶紧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战士们把两姐妹放到两只大箩筐里 抬回了警察纪军区司令部 聂荣臻笑着走出来说 哦 我们这里来了两个日本朋友啊 我来看看 看着两个日本小姑娘恐慌无助的眼神 她的心被震动了 她首先抱起那个小一点的 还不满周税的那个小孩 亲了亲 当时那个小孩呢 受了一点伤 她看到那个 战士们把这个小女孩抱着得很好 然后呢 特别有叮嘱这个战士和她的这个警卫员说 要好好地照看这个孩子 当聂帅发现这个强保中的孩子 才有七个月大的时候 马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到附近村里去找一找 找到看有谁喂奶的这个妇女同志 让他们给小姑娘赶快喂奶 聂荣臻把刘梅死安顿好以后 然后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 聂荣臻拿着勺子喂粥给美穗子吃 她当时呢 拿了一个当地特产的雪花梨 给美穗子吃 美穗子呢 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她 不接也不吃 这时候 聂老帅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说哦 日本的孩子呀 爱干净 她就马上咬了一条水 把这个雪花梨冲洗干净 又递给了美穗子 这时呢 小姑娘就接过了梨 吃了起来 聂荣臻司令员看到这里 心里很宽慰 美穗子看着眼前这位高大威武的叔叔 那么和蔼 慢慢地显得不那么拘束了 到后来 她时常牵着聂荣臻的马库腿 聂荣臻走到哪里 她就跟到哪里 当时任《警察近日报》前称 抗敌报的副社长沙菲 马上拿着照相机 拍下了聂司令 给美穗子为梨子吃的照片 聂司令说 要照就照张正面的 说着 拉着美穗子的小手 面对了镜头 留下了珍贵的瞬间 聂荣臻司令员一听说沙菲来了 就从屋里走了出来 这个时候呢 美穗子呢 一看到聂司令员往外走 他就马上从后面跟跑了出来 用小手紧紧地拽住了 聂司令员的马库裤腿 这个时候 聂司令员就对沙菲说 来 给我们拍张照吧 沙菲 马上 就用他用的那个 照相机 给聂司令员和美穗子 照了这张照片 2005年6月 沙菲摄影全集出版 摄影集中 一组聂荣臻将军 与日本小姑娘的图片 温暖了许多人的心 沙菲的学生基联波 回忆拍摄现场的情景时说 当时围观群众多 他叫我维持秩序 免得影响拍照 他对我说 这些照片 现实可能没有什么作用 也不是完全没用 几十年后发到日本 可能会发生作用 1980年6月 这组照片果然发生了作用 日本媒体记者 就是拿着放大了的这组照片 从东京前往宫崎县都城市 找到了美穗子 这组照片成为了 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战争的背景下 一个中国的将军 和日本孤儿的合影 成为战火硝烟中 一抹温馨的色彩 然而在当年残酷的战争中 一些战士 却对聂龙珍的举动 很不理解 日军当时对中国人民 实行残酷的杀光 烧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 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群众 甚至孩子和婴儿 也不放过 当发现美穗子姐妹 是日本人时 有些战士 不愿意收留这两个孤儿 在两名孤女被送到 聂荣臻的指挥所的时候 聂荣臻对他们 给予亲人般的关怀 和精心的抚养 一开始 一些身怀家仇国恨的 八路军战士 并不愿意收留 这两个孤儿 背地里 也是议论纷纷 我们的八路军的战士 和我们的群众 一开始啊 也都议论纷纷 对这两个小孤女 大家也有想不通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 都吃不饱 穿不暖 受着日本侵略者的 迫害和摧残 那么他们的孩子呢 我们又这么 细心地去照顾他们 鲜明反差 使一些群众 也想不通 除了日本军人 在中国无恶不作 一些受到日本军国主义 思维影响的 普通日本妇女 在中国也是充满了 一股傲气 看不起中国人 我当年问过一些 敌战区的一些老百姓 当时大家讲 那个时候物质很紧张 那东洋婆子 就是日本的一些居民 包括日本一些军官家属 出来之后 从来不排队 你的物质很紧张 老百姓在那挤着 他走到最前头 那没人敢惹他 他走到最前头来讲 那就他先买东西 所以别人还得向他 让我害怕他 说他有些人也是依仗 这个好像侵略者 这个势力 对中国老百姓 高居直上 一个长期驻扎在 进察纪根据地的 机枪班老班长的儿子 是放牛娃 在日军搜山过程中 为了躲避日兵追捕 坠崖摔死 可以说 进察纪根据地的 每个农民 都惨遭日本侵略军的摧残 每家每户 都有一笔血泪账 在聂荣珍的指挥所 反对收留日本孤狱的声音 越来越大了 聂荣珍对战士们解释到 虽然敌人残酷地 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 但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 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实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们对日本人民 不但不能伤害 还要尽最大的力量 给予爱护和照顾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科 在孟子梁慧王上的明篇中说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旧社会 这不可能实现 更何况对于有深仇大恨的 敌国之名 尼荣珍将军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根本信念 认为战争不是敌国人民发起的 是那些企图奴役他国人民 和本国人民的反动势力发起的 尼荣珍将军 一面给部分战士 输到思想和情绪 一面用实际行动 教育了广大战士和群众 尼荣珍司令员和我们的 广大直战员的行动 教育了我们边区的群众 我们就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虽然日本军国主义者 屠杀中国人民 但是中国人呢 确实对日本居民 从来还没有采取类似的报复行动 尼荣珍将军通过实际行动 感染了广大群众 很多人认识到 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 和孩子的无辜 那个死去儿子的机枪班老班长 最先开始拥抱孩子 并说 这孩子现在没爹没妈 好梦苦啊 他把自己的粗部军装 改成了小孩的衣裳 聂荣珍问小女孩叫什么 小女孩小声地回答 翻译在旁边告诉聂荣珍 她叫星子 原来在日本话中 星子的发声和死了很像 当时美岁子很小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 聂荣珍的问话 只知道说 妈妈死了 翻译就误认为 她叫星子 日本孤儿美岁子 虽然听不懂周围人的话 可是她却感觉到 这些穿着军装的人们 脸上总是绽放着慈祥与和善 她的恐惧感逐渐被热情所融化 然而残酷的战争远没有结束 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 而且敌人扫趟频繁 部队经常转移 照顾两个小孩子 有不少困难 聂荣珍还考虑 大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 不送回日本他们的本土 将来怕给他们带来痛苦 在日本虽然他们的父母没有了 但是还有别的亲人 聂荣珍将军经过再三思考 决定放弃收养这两个日本姑女 把他们送还日军 可是派谁去送呢 怎么送还日军 又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 再一个聂荣珍人员上也感到 这两个小姑娘虽然父母 在锦形煤矿死亡了 但是他在日本还有其他亲人 还是送回到其他亲人那里的 更好的能够照顾 聂荣珍经过周密的安排 决定把两个小姑娘 送还驻扎石家庄的日军兵营 他安排战士去寻找 可靠的送还人选 最终选定河北省景形县 红河曹村的一个可靠村民 李化堂 李化堂曾说 在聂司令的前线指挥部边的 卖场上第一次见到 聂司令的时候 聂司令正在跟美岁子削雪花梨 他感觉聂司令对待日本姑娘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 特别的慈祥 聂荣珍握着农民李化堂的手 特别叮嘱她 要小心照看这两个日本小女孩 并叮嘱她沿途注意安全 这个时候聂老帅还拿了几个雪花梨 放在筐里边 留着路上让孩子吃来解渴 聂荣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挨个抱起来 摸摸头以示祝福 临行前聂荣珍郑重地交给李化堂一封亲笔信 请她转交日军 为了安全 聂荣珍还特意安排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护送李化堂 老乡李化堂用一副扁担挑着两名日本小女孩 带着聂司令的亲笔信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时候在太行山区最好的运输方式是挑扁担 翻山越岭不怕颠簸 可是李化堂刚走了十多里就遇到了打仗 李化堂只好和八路军战士返回一个叫石旺的村庄 每岁子从一个农民的肩膀换到另外一个农民的肩膀 从一个母亲的怀抱换到另外一个母亲的怀抱 最后才送到了石家庄的日本军营 这是聂荣珍司令员让老乡李化堂烧给日军的亲笔信 聂司令员的信 义正言辞地谴责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对战火中救出来的日本小姑娘 既以深切的同情 并要求日军将岁子姐妹转交其亲属抚养 信的最后还指出 中国人民绝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 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 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 另外呢 从政治上讲把日本的小姑娘送还给日本军队 也能显示呢八路军人道主义精神 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实行的优待俘虏 瓦解敌军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聂荣珍特意没有给这封信封口 因为这封信虽然可能会让日本的高级军官置之不理 但是要经过下级人员的传递 日军的下级士兵不同于军阀官僚 聂荣珍希望能让更多的日本军人看到这封信 聂荣珍在诉回每岁子的他妹妹这个问题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他就是说要抓紧机会 对日本的官兵尤其是中下层的官兵做政治工作 祝石家庄日军收到两个孩子之后 用中文回信给聂荣珍说 收到小孩对贵军人道如意精神非常感谢 此后不久 两个日本孤儿每岁子姐妹 带着来自中国抗日军民 对侵略者的孤儿的关爱 带着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度的祝福 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轮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